雷尾聊世紀,天梯總科興 大家午安,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波西密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這一場比賽也是5月31號 Hera在天梯上打了12個小時的戰績 跳了幾場覺得還蠻不錯的比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看一下8點鐘方向 藍方的文明選擇了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種田速度是有15%的加成 而且工程器單位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步兵單位有王家侍從 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斯拉夫人的步兵 算是世紀帝國裡面最強的步兵文明 他的生率是有20%的移動速度加成 不需要研發宗教狂樂就可以打出生率戰了 接下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 Hera選擇了波西密亞人 波西密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在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波西密亞的化學高速流程 也是波西密亞唯一能做到的文明 其次就是土耳西人 那以量產速度來說的話 還是波西密亞人還要更快 畢竟土耳西火香兵是需要靠城堡 波西密亞人是只要靠射箭場就可以研發好了 波西密亞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效於工兵入線 騎兵入線也不太行 也可以當槍兵作為主力 槍兵對騎兵的增傷效果還可以提升一些些 後期的主流打法是火槍兵配槍兵還有榴彈炮 作為後期主力再配上一些森女 陣地戰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 我們先看到HERA經濟在後方有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石頭左邊有黃金 那右前方這裡 這塊是野金 但兩塊經化都在前面有點難受 如果要圍架的話 可能要這樣大圍一下下 直接圍過來 直接圍一條橫的圍過來 但後面兩塊木屑還算可以了 但不管怎麼說HERA這邊勢必要圍大 不然這個防守會很難受 尤其是前面這個果子喔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守 能靠槍兵稍微防守了嗎 那接下來看一下斯阿夫這裡 那斯阿夫這裡的黃金在後方 那石頭在後方 黃金的話是在左邊 右邊也有一塊黃金 那黃金跟石頭都在前方的情況下也是相當難受 但是還好後方有一塊黃金喔 所以地圖來說並不是太差勁喔 但是違法來說的話 可能會比HERA來說還要耗費更多的村民喔 去圍家喔 好斯阿夫這邊是點下了18村 織布 準備要來升級封建世代 HERA這邊是點下了封建世代 這一把也是偷了織布 現在HERA把把都偷織布技術啊 非常的狠 好這邊村民還多偷了一村 補一個房子 那這裡還可以再補一個軍營 待會要把這邊圍好嗎 好 HERA這邊先來偵查一下 沙夫這邊的狀況 好 兩邊偵查 但這邊抓到HERA偷織布被懲罰 還敢布織布啊 HERA 這就是村民不穿衣服的下場 很慘烈的 被砍個五刀就會死一隻村民了 因為這個封建時代弱馬 一刀五滴啊 好這裡補下了兵工場 直接轉成弓兵開 弓兵配槍兵 確實是Porsimia比較適合的戰術 好 斯拉夫人看到你轉射箭場 也馬上補了一個射箭場 你轉射我就轉射 好這個兵工場下的蠻早的 後面又補了一個兵工場 欸 HERA這邊是不是忘記 前面補的是兵工場呢 雙兵工場 這很明顯是一個失誤啊 這看起來並不是故意用的 而是非常難 但受了一個開局 他可能以為他旁邊蓋子是射箭場了 本來想要走一個雙射箭場流程 結果 變成雙兵工場 不確定 我猜是蓋錯 也有可能是HERA她的新戰術也說不定 但如果要講這個是新戰術的話 那也真是太新意了 前衛到一個步行 那斯拉夫人家裡是尾的差不多 這兵也可以補一個城門 稍微防守一下 好三隻工兵走了出來 這三隻工兵回家會比較好 這個還要再拿一隻聰明去尾一下 這個集結點要是在家裡了 好現在毛兵在家裡騷擾當中 但是沒有很好辦法嗎 結果這一邊突然射出去了 斯拉夫人這裡並沒有補下工兵鎧甲 被HERA抓到了一波 直接用工兵反擊回去 左側部分稍微圍一下 這裡可能要三隻小圍了 這邊檢查一下有沒有偷流進來 但這邊是找到了一個死機點 衝進去又抓掉了一村 HERA奉劍時代被抓了兩村啊 村民差距37對33 偷支部的優勢好像有偷跟沒偷一樣 好紅兵兩邊補袖 但是斯拉夫人點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 一級優 也補了 好最後點工兵鎧甲了 反是HERA這裡 斯拉夫這裡要補工兵甲嗎 好這邊直靠操作 開始反殺HERA 但好像有點難反殺回去喔 工兵數量一多 毛兵也是很好打的回去的 完蛋 好斯拉夫人直接鬼轉 騎兵路線 補了一級馬卡 品種 還有挖礦技術 一級挖金 好HERA這邊直接補了三次念場 難道是要轉化學嗎 好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轉口槍兵 但是 奴兵應該還是要點一下 現在工兵數量有七隻 而且二級社也投資下去了 這裡不投資個奴兵說不過去吧 二級社都補了 奴兵應該也是要升一下 好但是HERA這邊想要先透過買賣 先提升化學 好這邊兩隻騎士 兵臨城下 但是沒有看到工兵阻力 應該有意識到已經開始繞背了 HERA這邊抓到了一村 好騎士確認 往後走 這裡工兵可能難升了 可能不能剩下奴兵了 可能化學都來不及好了 就要出事了嗎 好往前走繼續溜 欸斯拉夫最後沒有偵查到HERA這一坨的工兵 掉頭就走 他可能意識到HERA是不是已經離開了 沒有抓到就回來重新集結一下 好結果有一邊 這裡有個洞 槍兵過來防守 好 再一刀 哇HERA被拿了三村啊 好 臭米蘇現在是沙夫人領先HERA HERA這邊投資非常多的射箭場 為了量產火槍兵啊 好後面趕快補一下新的城市中心 滿肉也會開始不夠用 這坨工兵好像安然無恙 好HERA這邊再次嘗試三射箭場 城堡時代火槍兵入線 這應該是在練招 變成這招實際上來說勝率並不是很高 之前的大戰裡面 YO有使用過Porsimia 然後城堡時代出火槍投資車的壓制打法 但在後面的偏決戰的時候 越後面的賽事裡 這個火槍變成勝率就越來越低了 而且越強大的職業選手 還是能知道這個反擊的方法是什麼 也知道火槍兵的優劣 造價的問題 射速的問題 都可以去精算進去 要怎麼憂患啊 到了後期頂尖老手們 都知道該怎麼反制了 所以有些玩家們會抱怨喔 這個火槍兵對於新手要防守實在是太難了 這一點我確實是認同的 新手可能大部分人是不太知道 該怎麼去防守火槍兵的 火槍兵防守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戰毛兵 或是用森履喔 不然就是用大量騎士去包夾掉就可以了 那不管怎麼說這些東西 最簡單的方法應該也是出戰毛兵喔 那新手的狀態下 會去直接轉戰毛兵防守的玩家也是偏少 大部分還是出騎士 森履甚至也是很少的一個選項 所以火槍兵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難守也是這個問題 當然其實還有比火槍兵更難守的東西喔 是波西米亞的戰車喔 波西米亞的戰車是還要需要點救贖思想的 那也不是每個森履文明都有這個救贖思想可以用 所以這個戰車流我覺得才是真正難打的 好這裡透過火槍兵的甩槍 造成反擊了一些騎士回去 這邊抓了一村 後面火槍先解決 先點掉森履 OK那火槍兵的射程準度喔 比土耳其火槍兵還要更準 這算是他城堡時代的一個優點 比火槍兵還要更好的一個地方 好那目前這樣打下來 HERA這裡弓兵還沒有被抓包 開始又慢慢補了弓兵下去 火槍兵第二坨八隻又慢慢出門了 現在斯拉夫人減鬆減的開心 天生森履的移動速度 快人加0.04 好HERA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這次要開始慢慢轉後期囉 3TC也補下了 好森履-聖物 這個騎士看到回家的火槍 火槍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如果不能一發一隻騎士的話 這個情況就很難打了 HERA這邊要打一騎士 至少12隻的火槍兵會比較穩定 可以擊殺一隻火槍兵 好這裡只有10隻 還差兩隻左右 因為玩火槍兵還要去計算砲槍的可能性 但火槍兵的砲槍沒有像土耳其火槍兵那麼嚴重 所以砲槍的問題可以記而不是 大概12隻左右的火槍兵打騎士就很穩定了 那如果是土耳其火槍兵的話 至少來到快要20隻喔 才能一發一隻遠程射擊 掉一隻騎士 好這些工兵雖然有這個化學傷害喔 4加3但沒有升到弩兵 傷還是差了一點 好火槍兵直接衝到了斯拉夫家門口 但沒有打算直接突破房子 只是先在人家門口站崗一下 好這裡打算用生旅 加騎士 好 HERA等一下前程科技 好斯拉夫補下了一攻 二級馬凱也早就已經補下了 現在是雙TC開弄 HERA這邊是3TC 兩邊現在臭名樹是持品 把HERA這邊臭名樹落後的情況下 現在開始跟對方有反超跡象 好第4個TC也補下了 好這裡再用生旅招翔一下 這波騎士好像要上前了 後面開始往後包 先砍下一隻生旅 生旅走到一半 後方我用生旅繼續追著跑 移動速度20%的效果 包夾這些火槍兵效果還真是不錯 好火槍兵剩下少量的5隻 HERA這邊還努力的在甩槍當中 好這邊想要來直接蓋寶 這個寶能夠蓋得起來嗎 要是讓斯拉夫人把這根寶蓋起來 HERA的產能會遭受到非常嚴重的傷害 這個殘蛋中心要是點個二級射也可以射得到 好就看這一波了HERA 好騎士第一時間把生旅給打倒 好 斯拉夫這邊騎士完全無所畏懼啊 好城堡硬蓋 火槍兵直接在 純米的眼裡 開始往前射 好火槍兵先往後拉 純米也拉走一下 這根寶蓋起來 點一下帝王時代 兩邊帝王時代只差了30秒左右 好騎士衝了進去 好騎士衝了進去 15隻的騎士往裡面靠 開始圖HERA說明 HERA家裡有點炸裂 家裡防守只能靠火槍 火槍能夠順利守住嗎 火槍兵稍微走A一下 再繼續走A 看起來不太妙 這個 收到城鎮中系的戰術確實不錯 讓火槍兵一出來就可以瘋狂甩槍 把RTS遊戲 完成FPS遊戲的男人 各種甩槍 好這個城堡 待會趕快下個工程期製造所 就可以產出火炮 畢竟城堡時代就研發好化學 所以波西米亞人跟土耳其人都是一樣的 以上城堡 以上帝王時代就有這個火槍 火炮可以用 不是火槍 好 Hera這邊有點噁心啊 在偷幹人家城鎮中心 這個野精要是被斯拉夫人看到已經會吐血了 居然這樣也行 好 這裡斯拉夫人開始往前繼續蓋寶 但這個城堡好像沒有點銀罐 直接一個連環寶 而且銀罐技術也是需要一些投資資源的 好騎士往前想要阻止Hera把城堡蓋好 這裡防止一個一個開始補傷 繞到了後方開始燒熬 蓋寶的村民 前面這邊蓋寶應該是可以順利如其建立起來 好要是被斯拉夫人蓋起這根堡 Hera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現在這裡都是射箭長產人 火槍變成出身之地啊 好 但Hera這裡也是不甘之落 直接到了斯拉夫人家裡 稍微想要控一下 好 右邊的巨型托斯基出來 騎士開始上前 想要第一時間拿下 拆除城堡的巨型托斯基 好 這裡可以開始轉一些貴族鐵旗 有點貴族鐵旗 算是斯拉夫裡面的優選單位 以前是又貴又難用 又貴又好用才對 也不知道難用 好 但是現在啊 這個造價比騎士來說還要便宜 所以如果有城堡的話 又想要打騎士 現在的斯拉夫人還是會選擇貴族鐵旗 好 當然貴族鐵旗的弱點也是很明顯 會直接佔用到了這個產巨頭的這個產人 所以到底要產什麼兵種 也是斯拉夫人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這裡射箭長補下 斯拉夫人要轉戰毛病嗎 好 這邊騎士騷擾喔 抓了幾隻村民 黑羅拉村民樹開始有所下降 97村對98 村民樹有點稍微持平的狀態 好 兩台巨型托斯基架了起來 來 完了 黑羅拉家裡一直被騷擾 但是村民樹並沒有下降太多 這是蠻神血的事情 好 這一坨火箱終於回頭 後射一下後面的巨型托斯基 但是貴族鐵旗也在後面了 要來做個包抄嗎 斯拉夫左邊的城堡先招架不住 好 貴族鐵旗終於上來了 好 最後還是收掉了一台巨頭 黑羅拉點下了銀貫技術 大車震之術 增加火器單位的移動速度 火槍 火槍跟火炮都有明顯的移動速度的增長 包括這個波西米亞戰車也是喔 好 這裡巨頭被拆光 右邊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下面還有黃金 好 這裡趕快來頭畫一下 那家裡的附近木槍還在黑羅拉爽爽挖走當中 完全混亂不知 好 黑羅拉這邊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那以槍兵的額外增上效果來說 破西米亞應該是最強的 打這個球俠阿 或者是駱駝 傷害都是非常可怕的 好 斯達夫在右邊就普利跟城堡 想要把所有的產能全部牢牢控制住 好 這裡火槍兵繼續追 追到了後方 這裡怪祖鐵席可能會送掉喔 好 這裡目前狀態不佳 城堡東西依舊沒有辦法蓋好 但是4台巨頭已經開除這邊的違建了 好 幾兵也升好了 會把這邊能夠防守反擊成功喔 斯達夫人的村民數一直有點少 原來是雙TCE的關係 所以村民數會不多 好 這邊城堡一掉之後 槍兵開始出來 好斯達夫開始轉戰毛病了 好 好斯達夫這邊一個大千席 村民數開始往後拉 好 結果後方有找到貴族鐵席 還在抓HERA村民 HERA這邊趕快往前 家裡用槍兵防守 好 三級攻兵甲也在努力提升當中 沙夫人的戰毛兵入線跨到行程了 好現在沙夫只要全出戰毛 就可以擋住槍兵跟火槍 但現在戰毛兵的慘能明顯不夠 但出去就是被一發一隻 就有點尷尬 現在畫面醜音波會更好 好火槍兵現在在上方 控制了這些戰毛兵的慘能 HERA這邊想要進攻 補下了三台巨球往前壓制 好從一出來說 兩邊基本上是持平狀態 HERA分數還是領先的對手 大約3000分左右 好左邊的野礦中發現HERA早就已經挖完 經濟好得很 好正前方的火槍兵 開始被戰毛給壓著打嗎 哇這邊戰毛分兩坨空喔 細節開始拉好拉滿 但是這邊斯拉夫承受不了大量火槍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或西米亞拿下比賽勝利 好右側位置雖然一直有在走多線 但斯拉夫人這邊只單靠戰毛 是沒有辦法解決掉這些巨型投射機的 那這裡最早的辦法 可能是要轉衝車去頂 或是直接轉步兵 這個劍兵勇士 但劍兵勇士的話 又會被火槍給壓制住了 所以後期的轉兵真的是一大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 斯拉夫人拿到史物上勝利 石頭也贏了一些 黃金的部分稍微輸了一些 那以黃金來說 跟木籌來說都是波西米亞 這邊領先優勢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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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